财团法人张文晶基金会第四届全线学生英语演说继朗读比赛 在马公国小登场 总共有近200多名学生参与 让学生有机会充分展现创意与发挥巧思 站在最佳的舞台尽情表现 许多家长也陪同到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今年继有198位学生报名参赛 朗读类国中46名 国小107名 演说类高中4位 国中12位 国小29位 许多家长好友也纷纷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显示家长及老师的重视 对澎湖英语文的提升值得肯定 我的题目是 童调高中4位 童调高中4位 国小10名 国小10名 特别感谢校友财团法人张文金基金会 张宗元会长再次提拨经费 增益澎湖学子 英语文教育说读能力 家长开心 老师也发挥了专业 1 2 3 赞 好 谢谢 好 恭喜张文金基金会 张文金基金会董事长张宗元 董事陈双全 执行长林清茶校长都到场 期盼借由英语的演说 让学生的英文能力 向下扎根 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 我们一直在推动 我们语言能力 我们要成为国际导语 甚至整个让世界各国都变成 尤其是一个观光特区 语言能力很重要 要让外国人可以到澎湖来 然后里面有一个在地的解说 跟在地的人员去介绍我们 在地的所有的风光 地形文化 所有的资源资产 你没有说给人家听 人家怎么会知道澎湖的豪以美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推动 这个语言的能力 希望借由平时落实小学的扎根的 整个语言能力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在地的语言 然后充实之后 让我们基础语言落实到基层 然后整个推动 让澎湖变成一个美宇村 甚至语言岛 让整个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能力 我们这个基金会一直在努力这个 英文演讲比赛还有朗读比赛最主要 这是因为我们澎湖为主偏乡 那我们要让这个国际化 语言是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一个最基本的 那我们这个比赛当然从小学开始 到高中 这个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不同 但最主要 我们的核心是希望 因为你从小 如果你培养出你的兴趣跟信心 那你日后一定会有所成 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在比赛 在英文演讲比赛 我们也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往上提升 此次比赛分三个场地展开 家长 老师 学生 穿梭校园 为一年一次的比赛盛事全力以赴 孩子们不再害怕开口说 台风稳健 这次比赛盛事全力以赴 这次比赛盛事全力以赴 没有人像我 我愿意赴 选择在这家里 在这家里的游戏 在这家里的游戏里面 有一个女性的游戏里面 学生阅读能力在英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阅读能力的培养成为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 英语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 阅读技巧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为继续学习英语和运用英语 确实达好基础 这次学生英语朗读精彩赛事 在一次次掌声激烈竞争下 陆续揭晓成绩 教育处处长苏启昌 代表县长谢谢张栋 张中原会长也亲自颁奖 鼓励学生们继续加油 学生都开心接受表扬 喜上眉梢 记者王海龙报道